好好吃早餐 那么吐司呢 有些人配这个草莓酱蛮好吃的 特别是有些人吃素的话 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草莓酱是荤的 的反应如何呢 这个事情呢 要从这个之前开始说起 这家知名的全球连锁咖啡店 被揭露 他们使用压碎的腌织虫的尸体来调色 变成粉红色 其实不只是这个饮料 包括了很多食品 像草莓酱 饼干等等 都有添加腌织虫 大部分民众都不知情 如果你在食品标识上 看到腌织虫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是指 用腌织虫所提炼出来的 换句话说 这些草莓酱 草莓饼干 可能都是荤的 咖啡连锁店的草莓饮料 被揭露用压碎的腌织虫 尸体调色 不只是咖啡 腌织虫也被用在 包括了草莓果酱 火腿饼干里头 其实不只是咖啡 就连标明着淡然酥的饼干 都有可能是荤的 一点都不夸张 来到零食区仔细一看 内容添加物内 标示着腌织虫的 就是腌织虫所制成的色素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些草莓饼干 根本就是荤的 不知道的话 可能就上来就吃了 就不敢吃啊 食品内加入了虫虫调色 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但食品管理局的 天然食用色素 卫生标准规范 其实这是一种从雌性胭脂虫身上 所取出的天然原料 应用很广泛 天然虫虫夹料 恐怕会让素食消费者 非常吃惊 中天新闻 陈建安 胡佳珍 海北报导